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命中 出现的每一个人 只有真心真意的付出 才能换来全心全意的对待 有的客户找我 半年前合欢 他一男性朋友非常优秀 非常有好感 他特想在一起 让我测测是不是正元 我帮他测八字不合 还告诉了他正元的大体时间和特征 让他等待 他刚说没听我的 主动追了慢慢的 在一起后却各种不合格争吵 最近跟分手 其实吧 有些人保持距离才没好 真正拥有后你会发现 也就不过如此 缘分是有前世主定的吗 但是从命理学上来看 因缘是受运势影响的 在运势范围之内 但是如何才能让姻缘相遇 这个仅仅平静日式有时候还是不行 必须利用一些神沙的作用 比如某人注定今年姻缘很强 会结缘结婚 可是实际上此人正埋头于事业 无心或恋 这时候老天就必须影响他的思想 那个就用神沙出马 比如什么桃花 红门之类的 某对男女一见钟情 基本就是神沙的影响 但是因缘不是绝对的 如果某人运势过强 比如租到一个风水好的店铺 生意大好 财运上已经将财方面的运势有完 那么属于妻子方面的运势则不会再出现 如果某人财运大好 却租到一个风水很差的店铺 不断没有赚钱反倒赔本了 那么老天很可能会送给他一个很不错的姻缘 甚至直接被某富豪的女儿看中 所以 所谓的一见钟情什么的 说的好听点就是缘分 实际上就是大脑被神沙影响了 才会产生此种感觉 据本人多年预测经验 凡是月祖相合 或女方为男方应兴 在恋爱的情况下结婚率高达95% 也就是命局中月祖相合五行互补 这样的人往往一见如故 八字里面看 正人出现的年份 也可以说是桃花比较旺的年份 只是更容易遇到结婚的人的年份 未必能合理的把握这个能跟你过一辈子的男人 这就需要上天给予你的运气 你遇到了 那么皆大欢喜 结婚成家安稳 睡到屈成 但是你没把握住 错过了 那么好吧 离婚吵架 或者出贿分去凑合过呗 有些男孩子只适合谈恋爱 有些男孩子适合过日子 不能过于感性的面对感情 要知道过日子和谈恋爱 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流年 桃花 比较往命理时上来看 因缘是受运势影响的 在运势范围之内 但是如何才能让因缘相遇 这个仅仅凭借运势有时候还是不行 必须利用一些神沙的作用 比如某人注定今年因缘很强 会结缘结婚 可是实际上此人正埋头于事业 无心坷恋 这时候老天就必须影响他的思想 那个就用神沙出马 比如什么桃花 红 蓝之类的 某对男女一见钟情 基本就是神沙的影响 能成夫妻都是前世有缘 当出于什么缘不好说 有善缘 一是夫妻恩爱有情债 一是夫妻打闹所以今生善待对方 来世会有回报 佛说前世五百世的回头换来了一只夫妻 不简单一见钟情 都是注定的有缘 分分合合 前生多多少有故事 两心不尽愿意 作者微信313482546哟 就不错 ��多了 敬礼 感谢又能ande 试台 twice 优优独播出重 復帅 gotten 疯独播 感谢观看